韓國瑜本來是個清清秀秀 一個心地善良的美男子 現在變成 黑道 流氓 喝酒 暴女人 三年半 台灣人民給了他們這麼好的機會 總統給民進黨 立法院讓你過半 你可以像一張報紙一樣一拳打過去露一手 好好表現給台灣人民看 民進黨是多麼的優秀 讓台灣人民安居樂業 讓全台灣人民為民進黨喝采 怕薄啊 但是沒有 台灣人給了你這麼棒的執政機會 你帶給台灣 現在是人人沒有信心 年輕人不知道未來 人才一個一個流失 各位雙和相親 我們不能再這樣子過日子了 真的不能 民進黨執政沒有辦法 三年半 現在交不出一張漂亮成績單怎麼辦 又很想連任 上面派系分贓分得這麼厲害 小民吃得笑哈哈 小華跟著吃 一個接著一個吃 貪污 腐敗 派系分贓 國營事業拿來酬佣 職政無能 職政無能 怎麼辦 還想連任 那就是採取的最簡單 最有效的一招 直接收買媒體 控制90%的媒體 直接打擊對手 把對手抹黑就好 讓大家都討厭韓國瑜 他就連任了 所以這一段時間 我唸幾個名詞給大家聽 韓國瑜本來是個清清秀秀 一個心地善良的美男子 現在變成黑道 流氓 喝酒 暴女人 打麻將 然後 好像還要說我吸毒 全部都黑成這個樣子 黑道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弄 我每次早上起來啊 洗臉照鏡子 我還是覺得我是個心地善良的人 帥不帥 帥不帥 帥 謝謝雙和鄉親 我要講的是一個重點 今天一個執政黨 要連任沒有問題 需要選民的票也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拿成績單 拿不出來 所以雙和鄉親 我們這一次投票 真的 我們腦袋的天線要打開 我們不能再這樣子下去 我們不能再這樣子下去 對 為了 太行 我 有 為了 風 Engineers 感谢观看